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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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发展对于人设的领域的博士生的培育 我们也非常关注 尤其事实上在鼎大计划里面 我们就跟了五个学校签订了协定 就送人设的博士后或者博士生出去 到哈佛 到U of Chicago 到 Berkeley 这些学校 这个是长期要做的努力 那我们现在最近在高教的体系的发展上面 我们也有一些extra的一部分的资源 所以有在讨论吗 所以有在讨论吗 有在讨论人设 对 我只能这样说 所以这是大概一个目前你们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我们对人设的这个博士生的培养 我们觉得一个国家的发展 人文跟社会科学过去 其实相对是重视度是有不足 就业缺口最大的就是人设博士 我们希望是能够来强化这部分的人才的培育 各个领域都要做 这个博士毕业生当中 这个人设的博士 是相对就业缺口比较大 相对失业率比较高 你如果以你们资料来看 每年大概3500位的这个博士班毕业生 毕业生 对 那你说毕业一年后 CUT5% 其实我觉得这个低估了 你把如果把这个靠终点费 在磨生的这些博士班毕业生 这个大概超过30%以上 应该这样说 就是说他其实一定基本上 找到一个full time的工作 应该并不是困难的 可是事实上这个full time的工作 跟他的原来的学的东西 是不是完全对应的 这个是应该做进一步的 报部长我请教你 就是part time的这个 领终点费的兼职教师啊 他没有列入这个失业率的统计嘛 他不算失业嘛 对不对 所以5% 每年180位博士是 这个完全没有工作 完全没有收入叫失业嘛 那你如果把那个终点或者兼职的教师 每个月领两万三万兼职教师 算进去 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应该这样看啊 就是说他当在不同年度 有一些调查了啊 如果100年度啊 100学年度 我这边最最most update的资料的话 是这个大概有71.01 71%在就业 服役中的大概有8.6% 代业或未成就业的4.1% 其他的因素加在一起有16.26% 那这个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进一步来看 全职工作跟非全职工作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毕业生毕业一年后的工作情形啊 全职工作的话有96.12% 非全职工作的话 只有4大概3.884% 这个是我们去做的这个统计 调查的一个资料 就是说11月5% 就完全没有工作嘛 那你现在告诉我说 这个非全职工作 只有4% 这个是 这个是他工作是做全职 做非全职的 那刚才的我前面的那个数据是说 譬如说一年以后在100年的话 他是71%是在就业中 甚至还有人去服役 所以用看你用哪个基准来看这个事情 博士功过于求 这是一个一个问题 博士 我们应该必须很审慎的来讲这个话 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 因为我们一年我也谈了 我们在大学里面可以吸收大概1500位 我长期来看1500位到2000位 那我们现在毕业3800位 我希望就是说 产业界要有效的 能够也来 来使用我们这些博士生 来聘用这些博士生 那这个其实是 招生的名额 核定招生的名额 每年增加了 相对于这个入学门槛 你比起10年前 当然是这个倍数成长 入学 但相较于这个报考人数 这个入学门槛就低嘛 录取率就高嘛 对录取率相当高的 所以你只要报名 你只要报名你就录取了 而且台大还进行第二招 你觉得台大还要进行第二招 这个做法 我想这样子 适合吗 应该这样子说 就是说我相信 因为过去的这段时间的报导 就是说甚至有有机盘 念博士的同学 后来去做了其他 没有做他学习的这些 的部分 造成了对于 念博士这件事情 是有一些影响 那我们也希望 这样子来看 长期博士生 维持一定的比例 对台湾产业发展 对台湾教育发展 都是关注的 所以我们刚刚这样讲 人设这块 我们会去强化 我们其他领域 我们也至少维持一定的量 所以我希望 至少我上次也跟 后端的部分 比较重要 后端的部分 要协助他们就业 对 你把中年份提高 是 我觉得只是一个 制标的工作 是 没有办法治本 是 你把中年提高 只是把他的收入 从2万变成3万 所以还是不能解决 他们这个终极就业的问题 你3万不能过一辈子 对 所以我刚才特别强调了 就业很关键 对不对 就业所以学校大概 他会吸收多少 我们知道 那我们也 现在跟企业界这边 在做互动 也就是说企业界 必须要用我们这些高阶的 训练出来的人才 如果企业都不用 当他真正需要 他未来需要的时候 就来不及了 那刚才您谈到台大的那部分 我也简单做个说明 就是说他其实也不是二招 他大概就用考试跟真试 两种方式 两个管道都可以来进行 那过去没有 他用真试方式就是增加生源 是 把这个缺額把它补足 对 各个学校 另外用一个管道来招生 博士生的招生 确实是有 是有 是有碰到一些状况 我们也必须很虚心的 来做整个全面的检讨 来做处理 另外这个 我关系一个议题 就是说这个 歸大学这个领选 是 但遇到大学法相关的规定 你们有一个领选委员会组成 他运作的方式 对 是 当然这是一个通责 它是一个任何性规范 各校可能有各校的做法 是 按照我的这个统计的资料 是 过去就101跟102年度 对 总共有17所 国立大学 大学的校长离选 有12所已经完成了 有5所在离选中 那这些领选委员 领选委员 领选委员组成班 或者是校友 或者是社会公正人士 或者是学校代表 或者是部派的领选委员 是 他的组成大概5分之2是学校 5分之2是校友跟公正人士 5分之1弱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常要四捨五入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 所以教育部大概是低于5分之1 这个所谓部派离选委员是您决定的吗 部派的是通常的做法 就是说相关是从技职师 或从高教师 他们会签上来 签上来 会有一个名单 这个名单 由名单中由我去做最后的勾选 我发现 我统计了一下 几个大学的这个名单 就是部派的领选委员 都大概集中在几位 几位这个人士身上 也不应该 不应该这么这样说 我想我 我几个例子 我再统计了一下 是 总共有17所大学 在两个学年度 在进行 其实25所 完整的来说 我上任以来 如果又过去两年 总共25 我就说两个年度 我一两个年度 101跟102 对对对 好 那个台湾大学 黄校长就担任9所的 没有啊 台湾大学校长就担任9所的 包括社会公正人士 也包括这个部派的 其实应该这样说 就是说 其实因为 他们要我们提 部派就会提人 提人选去 其他他们自己选的 因为那时候 我没有办法掌握 国立大学校那么多 为什么 国立大学校那么多 为什么一定要 很多的 理选都是请这个 台湾大学 应该这样说 因为我们也有一个性格的 性别的比例 各要三分之一 我们其实女性的大学校长 相对的人数是少的 所以这有一些校长 就会被请的次数 可能会比较多 教育部当然在送人选出去的时候 我们也会维持 如果三位也会 通常至少各一位 那曾治长跟曾院士呢 曾院士 他限职是担任什么 他是应该是中央研究院的 中央研究院的 中央研究院的 他不是联合大学 联合大学的校长 他那个是一个兼职的工作 他的正职工作 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 那他联合大学的校长 他是一个什么 什么职务 他是一个就是兼任的 兼职的一个职务 他有什么法令职权啊 他是一个容易职啊 所以他是大学中的校 大学校长中的校长 应该不是啦 他的位阶应该超过 这四个大学校长 不是 应该是这样讲 他是一个兼职的工作 这个兼职工作 沟通协调嘛 沟通协调 沟通协调 四校合作的相关 所以这校还是维持他的自主性 所以听起来 他的位阶比这个四所大学的校长还高 他的 他 应该说 用高好像这个不见得是合适的 不过他基本上是在四校跨校合作的 联合大学总校长是有这个法律名称吗 呃 应该是系统校长 对 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说有这个系统校长 我们不叫 总校长是因为刚才称呼 你就我们就 对 你说系统校长 对 系统校长他有没有办公室啊 系统校长 呃现在是这样子 我们有好几个系统 有台湾联合大学系统 有台湾教育大学系统 台湾中和大学系统 那为什么不由高教师直接去协调就好了 对 一定还要设一个系统 系统校长 他还是有一个home office 他还是有一个office 来做基本运作 所以听起来 他的职权比四位校长还大吗 呃应该是没有 因为所有预算或所有相关 不会由他们来做处理 所以我 17所大学 曾智党院士就当了五所大学的 部派离选委员 其实主要都是在这个鼎大的学校里面 我们优先的去做了一些推派 就比例上面 我觉得要balance一下 好谢谢这个 谢谢这个 我想我们会更注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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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